哈喽,大家好 今天KLXE呢就是假期 没有交易,那我们就来跟进一下 之前这个形态追踪的 这些股子 尤其是这个 Fair Up Transit 之前有视频呢 我们就一起追踪这个形态 也就是这个 头肩底 头肩底的形态 那时候我们就讲说 它已经是形成这个 头肩底 已经是突破了这个顶线 那时候呢 我们就说它 要回撤 又上去 那时候我们就讲说 我们要确认呢 它是不是 回撤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 叫做止电回生 这个信号 OK 所以今天想跟你分享呢 就是说 yes 它已经是 止电回生 已经是确认了 你看到吗 上去 回来 又弹上去 这边呢 我们就叫做 回撤 确认 OK 也就是说 它这个形态呢 这边这个形态呢 已经是 确认形成了 然后这条呢 就是颈线 颈线 颈线就大概是 这个价钱 六毛六左右 呀 而且它已经在这边 看上去了 嗯 之前已经有分享过很多次了 其实这个股呢 我们已经是追踪了很久 呀 这种形态 如果你之前有follow的话呢 我有说过 突破颈线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买点 第一个买点 呃 大概 如果你把你的仓位呢 分成 三 四分的话呢 这个你就可以放 这个你就可以放 呃 第一分 啊 大概是20%吧 呀 的仓位 然后呢 它 如果 继续往上去 这个 我们就没有机会 呃 加第二市场 呀 但是它已经回来了 回来 这边回来 这边回来之后呢 通常呢 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是确认 通常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呃 就是加仓 根据 教科书讲的 不是我讲的 教科书讲的 就要加仓 通常这边呢 另外再加第二分 大概是30%左右 呀 嗯 所以现在这个 如果你之前有跟踪的话 你应该是已经加在这两个位置了 然后大概是有50%的这个常会左右 呀 然后呢 现在 要做要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 我就等 等另外一个买入点 哪个买入点呢 就是这个 这个顶部 当它突破这个顶部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什么 它就会形成 头头高 呀 头头高啊 额 头头高 低低高 这个就是上升趋势 呀 上升趋势 so这个呢 突破这条 这个 这个交汇呢 大概就是7毛钱左右 7毛2左右 就是 第三个加仓点 第三个加仓点 呀 呃 当然 同样的 那些 stop loss point 才是要follow的哈 OK 这个就是第三个加仓点 所以我们在等的就是这个也没有机会 在这边 第三个加仓点 突破的话 就可以 呃 买入 把第三分 买入进去 OK 如果它 突破的话 啊 突破啊 这样如果根据这个 我们的这个形态的这个 叫做什么 满足 满足点呢 它应该会在这边 它应该就停在这边了 OK 这边附近 这个附近 也是刚刚好 这个是这个 呃 阻力线 为什么是这个呢 你说这个 这个 这个 high呢 跟这个high呢 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满足点 所以我们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呢 就是这边 这是第一个目标价 OK 当然 它突破了这边之后 可能会回来 也可能会继续往上去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形态的第二个满足点 通常有时候形态呢 会形成第一个满足点 如果它突破的话 就会形成第二个满足点 这样它 形成 如果它突破这个 这个 这条线 大概是八宝钱 它就有机会往上去 到八宝八左右 这个就是 突破这个 第一个满足点的 那个加汇 就是你 再一次的这个 加仓位置 OK 也就是说你加仓了 然后第二个满足点的时候 我觉得 应该已经是满足了啦 就可以套力把卖到完 这个就是操作这个 啊 形态的一种 操作车略 OK 所以我讲多一次 这个 头点底 已经是确认了 然后呢 它已经 回来 又上去 这是现在的形态 啊 如果你 在紧线的时候 这个是 第一个满足点 OK 回车 又弹上去 这个是第二个满足点 如果它再突破这个前高 这个三个是第三个满足点 如果它在满足点之后 再突破 这个就是 第四个满足点 然后呢 目标价的就是这个 八宝八 套力完步 套力全部 啊 当然 呃 有可能 呃 就是说 第三个 这边 前高 突破不到 回来的时候 啊 这个可能我们又开始要 也是要把它卖出去的 啊 就是依照你自己的策略 把它出去 如果它没有能力 突破这个第四个point 呃 满足点 它要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把它卖出去的 就是说 无论如何 你才是已经赚钱了 当然我们要求就是说 赚的最多 也就是第二个满足点 呀 帮我帮 看在有没有机会去到那边 呃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就继续去跟踪 呃 当然 这个只是 这个不是我讲的 教科书讲的哈 所以我没有叫你买 我没有叫你卖 呃 买卖支付 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头肩底的一些操作方法 和要注意的地方 呃 它会不会走成我们 刚才我刚才我讲的 我讲的这个方向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可以继续跟踪下去 呀 那形态是这样子的 ok 这样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呃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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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